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糖立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島素阻礦,延長胰島素,及幫助糖尿病患者回復日常生活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大家好,古惑夥記,戰狼文,第三節回來 第三節之前,我又要應大匪的呼籲,請網友去我們巴打台的facebook,youtube 要訂閱,要按bell,不是clock,是bell,讚好,如果覺得好就讚好 羅阿賢討論一下,支持巴打台,多謝各位 我們不講敏迪,待會再講 我們不講告,我回來了 剛才講了很多佛則,有些問題又講什麼 其實法例對於這個case,第三節我們就放下去 杜先生與程小姐,秦先生與大番鼠,老夫子與大番鼠 這樣的故事一樣,杜先生與程小姐的case那裡 這個case裡面,第一節我們都講了 有人欠糧,起碼欠了,我先當是每個月出一次糧 如果不是每個月出一次糧,而是每做完一個節目出一次糧 那裡就六條票了 如果我當你每個月每個月,你都三條票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七日都不出糧 就四條票,那就告四次了 然後我回來講,這個case和法例有什麼implication 首先一樣,我剛才講的就是 如果,我都要講,如果大家確立在僱員、僱主關係 不是說那個程小姐是一個叫做自僱人士 不是一個contractor的時候 就算,我當你請part time幫我做節目 就是這樣,不要講什麼嘉賓 什麼上來不斷一元兩元,都沒講最低工資那樣東西 我都沒出這些招,之前講了 其實這個問題代了,這個case誰對誰不對呢 我們就不便直接討論,因為大家自有公論 有些網民支持杜先生,杜先生是對的 有些網民支持美女,美女身材好也對的 那不要緊,當然莊忠他們 那三四個人最知道自己做什麼 但是我拿回事實,事實出來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講,第二,我們講幾件事 第一,如果僱主關係確立了,有人犯罪了 第二,涉緣犯罪是辭出糧 那你講一下,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辭出糧就告一條罪 辭出糧罰款35萬監禁三年 一期糧一條罪 假設這裡六期糧六條罪 三期糧就會三條罪 第二,不要罵字罵得那麼爽 因為你在網上講的話 有些法官都可以看Facebook 當然 那些都是證據來的 你在網上講一件事,尤其有些case 如果民視局誹謗罪 罵人,毀人稱譽那些罪 法官都會看的 那反過來,拉遠一點才會政治一點 有些人是我主張,香港獨立那些 你說我不是宣誓不是大理 然後轉頭在街角,不停24小時輪流廣播 被人拍了你 個個都指著你講這些話 你脫不了身一樣 所以大家在Facebook講話 或者YouTube吵架,做節目的時候 真的是小心一點 問題就是,有人聲稱 如果我這個項頭是三個月才出一次量的 在我做第二第三集的節目 其實都講了一件事 這個世界有國法有家規 國法大還是家規大 這個問題就是 當然啦 你的家規就是 我的女兒不會嫁給外國人的 我不會嫁給印度人的 你這些法例不管 但問題就是 當你自己公司的規矩 和國法或者是這個地方的法例有違背 怎麼搞法呢 就簡單講多另一件事 大家都講刑事法 我家裡入親來的 我殺死他也可以的 我可以的 但香港法例不可以的 誰可以的 這個比喻很好 可以的 我進去拖銀也可以的 那你謀魂子 國法家規哪個大呢 如果是兩樣都有規範的 當然地方的法例 政府的法例 當然啦 你不要理他我不惡 這件事 但他仍然 今天是有影響力 他一定要凌駕一些事情 如果不是 人人人身頭注意 在我家就行我套法 你不關我事 我家製毒也可以 你家製毒也可以 你家賣人也可以 你這樣就死人了 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得這麼口響 我們香港是這樣的 我公司是這樣的 問題在於 就中了第二條罪 有機會證明該罪行是 這個法團的董事經理秘書 或者其他類似的人 同意或者縱容下犯的 為什麼 剛才說 同樣犯法 一經定罪同被判刑 那你Facebook講得這麼清楚 有人又去投訴的時候 很可能告的時候 不僅僅在那間公司 也告那些人 起碼有兩個人 在網頁上 那些人做節目罵戰的時候 有一個經理還是總監 那個以毒不回 說出了那些人 沒有實質證據出給你 那個就有問題 那就是兩個人 老闆、阿杜先生加那個人 那位先生在網上 是呀我這個是這樣的 雖然他什麼什麼 但是我的行規是這樣 你是不是中容 是呀 我是這樣的我中容 那就有事了 當然政府告不告你 就告不告你 現在都是嫌疑 協助調查 那些都未到那個地步 那些大肥哥 協助調查 都因為真的拘捕人 不會拘捕人的 這些叫你協助調查 那些口供 留意 第三樣東西給你認識 當然啦 1500元一期 你認識多少 我們可以按數 很少而已 1600元 8.1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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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計算一下 好嗎 就是說說說說話 我按一下計算機 如果1500元 我當你集了一個月糧 乘0.0125元 即他要給的利息 一年就給1.125元 8.75元 其實10元而已 人家說 我後給你了 10元 是嗎 乘車都未夠 即他去雷公署追錢 或者他去開記招 都已經沒有了這個錢 其實這個呢 不要叫做心意 第一樣東西是 對僱員的一些的認同 保障 保障少少少 當然說 如果現在好像 那些委內四 有什麼利息幾千里 那樣就發了 是吧 但是如果我們利息這麼低 就不是補得很多 但是都要給 有時候 10元你不給 就發你一萬 發你 這是這樣 是啦 沒錯 然後其實這個case 聽說做了節目 做了六節 六集 是不是三個月做了六集 不知道啦 九千元而已 total好像是吧 一千元一集做六集 我們要講回 基於是僱員僱主關係 先 僱員僱主關係 如果僱員僱主關係 阿晴小姐 要幫人打工 你一個月都不出量 其實她不用跟你做六集 我當你一個月兩集 對 譬如第一個月 做了兩集 是 第二個月做兩集 譬如第一個月的期量 是不是在第二個月 第二個月的七號要給 是啊 假設這樣 假設這樣說 但如果你不給 再拖到二月 第二個月的底 都不給 三月七號 都要給 她不可以走路 是 是 可以不做了 我當你炒 可能如果你們協議 說要給多久的通知 要賠錢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協議 法例就沒有說 因為你 如果你做 我不知道你 拍一集多久 如果你拍一集有成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拍一集 我當你 一個星期沒有開工 都沒有寫一八的 是吧 沒有寫一八的 但問題如果你說 如果中間不做 要賠多少錢給人家 這六集不做的時候 可能你要賠那些錢給人家 如果要賠不賠關係 又第三個錢 是啊 是啊 那其實這個程小長可以 第三個月那兩集不用陪你拍 已經可以走路了 為什麼可以陪你 太陽第三集呢 但是不是 我又在那裡這樣看 不是那麽少錢 都幾千元 就是 你不給我 又不會窮了 可能她這樣想 我明白 或者之後 駁一下出位 上鏡 可能 接job 比那些九千元 當然 這些有個人感受 對的 你說得對的 娛樂圈的東西 不能拿一個法例 這個法例在這裏 有些人 譬如這個法例 可以賦予權力 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到中心的 那些馬姐幫那些老闆 借錢給老闆都可以 是啊 就是這樣的情況出來 當然啦 有個人有個人的考量思量 有個平台給我出鏡 就算我收不到錢 或者遲些收錢 可能有人欣賞我都可以 不要緊的 所以很便宜 接job去電視台 做後面的花瓶 例如那些很便宜 毛記是給你最低工資的 37.5元 你都站在那裏 因為你是怎樣 你想讓人知道你的樣子 無端端被那個富豪點上 你真的不用做了 類似這樣 當然那個小姐有沒有這樣的意圖 我們不知道 可能 蕭先生都說得對 喜歡做娛樂圈的人 都是為名為利的 正常的 因為你不為名為利 你就後面寫稿 你不走出來 你一一樣樣 這個道理 不要緊 我們都撇開每個人的思量考量 但如果根據法例 其實他可以 不用陪你 假設兩星期 五到六集 不用陪你拍他 立即斬攬 如果他多拍兩集 人家有沒有情意呢 或者有沒有考量 這是另一件事 但法例可以有賦予他的權力 如果是僱員的 就可以走路 他可以跳起你的節目 不繼續跟你拍兩集 那我想他不懂 不懂這個法例 但他不懂這個法例 但他不懂這個法例 不知道有這個法例 因為我會評論一下有什麼有趣的事 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這個case 我不會一面補 譬如Janice都說得很對 小姐可能有他的考量 他未必真是 一個那麼乖乖 叫他那麼乖乖 我們叫做 或者這樣 或者不懂法例 或者考量 所以我就拖 但等多幾個月等都沒有糧出 說到第四件事 在網上看到一件事 接著有人給了錢之後 接著就出一張紙 一張入數紙 不知道匯豐還是什麼 一定是恆生的 就說我出了糧給你了 那裏打著4月4號 但是原來前面 那個二字被人抹了 有一個痕在那裡 哦 即是4月24號 因為罵完 出完事之後 才突然間有入數紙 我給了你的了 有人說 我不知道那個誰說 我沒有看 但是4月4號給了他 但是那些人看你的眼裡的網民 和程小姐看到前面有一個二字 小姐就是自己對自己銀行寶 24號才出現 這個錢 那發生什麼呢 不過死了 如果我收了這9千元 可能我都不會搞那麼多 問題就是剛剛出了聲之後 這9千元就到了 都是那二十幾號出現 問題這個第四件事要講的 就是 幸好這件事不是在傳媒上搞 不是在法庭上搞 如果政府加入了有人投訴了 政府加入了 嗯 已經是首證階段 嗯 你將入數紙明明 24號 你告訴別人 4號出糧 當然第三 在第三期你未必錯 因為4號出糧 第三期 第三期那兩節 是啊 你不是當第三個月在第四號沒有犯例 你只有兩期被人高 是吧 嗯 第一件事 如果你上法庭 或者給政府部門一些 原來刪改過的 是不是鵝片 這個叫做 怎麼說 叫做 應該這樣說 如果是一個法庭 你給假證供 是啊 你不是假證供 製造一些不存在的東西 嗯 或者明明 沒有了一個 不如有些合養 我給你十萬元的 後面多加兩個零 誤人錢 呃片 可能是呃片 嗯 當然他沒有騙人錢 他給錢人家 但是他日子不同了 減輕了那些罪業 是不是 24號就三條罪 或者六條罪都中的 是 是 那如果你是法庭在打官司 或者政府已經在搜證 嗯 就說其實你什麼 你餓清自己 你不是給假證供 是啊 另一條罪更慘 就等於以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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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不入他 說他什麼黑錢 或者什麼立院集資 不是的 問題就是 如果你個人這麼蠢 把二字抹了他 但原來是24 那張東西是假的 在法庭上 或者是政府調查 你給的假證供 你就大件事 告不入你 出量不要緊 誰做假證供 還submit 那個就另外一個 那個是坐牢 那個不是罰款要事的 在法庭給打證供 是一定是的 我講過曾經有人在小額中在住 僱員和僱主打官司 打官司 是什麼呢 打官司的時候 僱員誣那個老闆還沒給人工 但是僱主說我給了人工 見到他兜去拿 譬如一間深水埗的小食店 那時候長沙說 罵完膠之後 那個工人說不做了 老闆說你七天之後出糧 但是工人就說我可以自己出糧 跟著在那個兜裡 說自己數了錢走去 但是誰知道去勞公主 跟著去法庭的時候 說自己沒有收過錢 結果那個老闆 那時候沒有那些攝影機 但是那個老闆十幾二十年前 那個老闆十六七年前 他就找了一個茶客 那個茶客就說 是呀 我在那裡吃飯 我認識他們兩個 我見到他明明 臨走的時候 罵完加哥哥 最後納一支 納了一堆錢的酒去 跟著當然那個工人輸了 但問題就是那個老闆跟著報警 說他在庭裡拿假證供 結果這個人坐了九個月 給假證供很大件事 很大件事 認識的 所以那個4號 4月4日 4月24日 如果4月24日是真的 4月是假的 如果這個被人 幸好在社交網站不是法庭 不是那些法律程序 如果不然會出現一件事給假證供 拿假東西 因為你做一些假東西 假文件 虛假聲明的文件 而你宣左勢給這些東西 原來這些東西是誤導的 快了法庭時間 喂 坐牢 比你原本的罪可能更大 很嚴重是吧 很嚴重 好 第三次完了 第四次回來 好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毛囊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護系列